人生之路,刘巧玲的不幸,更多由家庭环境造成 就她那爸,舍不得一点复读费,宁可付出比复读费更多的嫁妆 安排她嫁给家暴,男高三星 刘巧玲结局是什么?还能不能逆袭? 人生之路,刘巧玲结局度几级度人,从生活的泥泞中挣脱了出来 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真爱生命,远离家暴难 高家一家子,上梁不正下梁歪,三个儿子,一个不如一个 高三星喝酒,赌钱,打老婆,居然觉得天经地义 简直震碎三观好吗?刘巧玲继续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只会消耗自己,不分难道留着过年 刘霸愚昧无知,更是造成刘巧玲悲剧的罪魁祸首 差了五分,刘巧玲没有跑上大学 刘霸认他怎么说,坚决不出一分钱,供他复读 不就是嫌他是个女孩子,总有一天要嫁人 高三星喜欢刘巧玲,正合了刘霸的意 按照当地习俗,出一笔嫁妆 办了刘巧玲和高三星的婚事 刘霸或许还要在心里洋洋自得一番 自认为尽到了义务 刘巧玲嫁到高家,依然整天捧着书看 虽然大清早亡了,但高三星的认知十分复古 逆之自信地觉得,刘巧玲和他结婚 不给他老高家传宗接代就是不对 如果有人同他讲女性生育自主权 怕是要失望了 刘巧玲有一次对家报 就是因为偷偷吃避孕药,被高三星发现 两个没有精神交流的人勉勉强抢生活在一起 高三星坏毛病一堆,又很大男子主义 不顺心,只会简单粗暴挥动铁拳 刘巧玲给过高三星机会,最后只能是失望 二姐刘巧珍鼓励刘巧玲学会自救 刘巧玲听了进去,走出了自己的路 高三星和刘巧玲就不是一路人